那么经历过03年的非典 我们的90后是当时被呵护保护的一代人 那么17年后的今天 我觉得无论你在什么岗位 在什么地方 对吧 我们90后都要勇敢地承担起这种主力责任 你像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或者说作为一个自媒体也好 我觉得我非常有必要 做这期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点看法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诺大师 今天晚上是大年三十 首先呢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年健健康康 家人平平安 现在我戴着口罩 大家都知道对吧 我国现在面临一场非常严峻的疫情攻坚战 新型冠状病毒呢 已经在我国的各个省市 陆续发现更多的感染者 对我们普通民众而言呢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和重视的事情 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说 武汉加油对吧 武汉挺住 然后向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 包括科医人员致敬 然后其实对于 我们大家聊说 我现在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让家里的老人 佩戴口罩 他们可能一个说法就是 当年SARS我都没戴 对吧 现在戴有什么用 然后就是 我戴的口罩 大家会不会以为我是得病的 其实就跟当年 他们叫我们穿球裤 叫我们吃早饭 早睡早起一样 对吧 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跟他们一遍一遍的解释 同时也要让他们 主动的取消一些家庭聚会 取消一些探访活动 就是去尽量少出人流密集的地方 我们都需要用很多的耐心 去说服他们的 然后这一次疫情的几个点 跟大家聊一下 首先就是戴口罩 对吧 我觉得要承认口罩文化 戴口罩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社会公共卫生安全负责 然后这次疫情有几个点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吧 可能大家都知道 对吧 有些不知道 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饭前变后 然后出门 之前出门之后 包括出门的时候 看到洗手时 都要进行30秒以上的 油水洗手 不管是用洗手液 还是肥皂 还是那种碾水的洗手液 搓手心 食指交叉搓 洗这个指尖 然后洗手背 洗手外 30秒以上 这样才能够让这个 有可能接触过 冠状病毒物体的 手部保持清洁 然后呢 就是吃一些 维生素的药物 对吧 维C 提升自己的抵抗力 然后如果有一些 感冒症状 后出还没有的话 可以服用板栏根 或者感冒灵 对吧 来进行一个预防作用 然后之后就是 最重要的选择口罩 口罩呢 我现在戴的是一个 两片式的立体口罩 它是三层仿布结构 然后其实对于 这个冠状病毒的 这个隔绝是有用的 但是只能使用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就要换 然后另一种 就是这个外科 口罩 是蓝色的 如果戴这种口罩呢 我是建议配戴两个的 就是拉的位置 覆盖全一点 这样能够更加好的 隔绝病毒 也是四个小时一块 还有那个 三人公司的 那个N95口罩 那个口罩 现在一兆难求 这三个口罩 大家怎么选择都行 那如果你家附近的药具 没有的话 一定要问这个营业员 什么时候补货 然后你敢在补货之前去 买足一个月的量 买足一个月的量 同时给家人也买一点 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然后同时说 这个不好的选择 一个就是我今天在街上看到 有人戴这种 这种布类的口罩 一个呢 这种口罩 它的空气流通量比较大 对于病毒的隔绝性比较小 但是最重要是 它是循环使用的 如果说你把它夹下来 放兜里到家了 没俩自己洗手 摸到了眼口鼻 就很有概率会感染上 新型冠状病毒 然后另一种呢 就是这个戴空气阀的口罩 这口罩有一点不好 就是它是集中在一个去呼吸 跟进气 它不是这种普遍吸收的 然后仅仅靠一个橡胶片 来达到呼吸的一个目的 如果说有病毒原体在这边聚集 你通过呼吸的这个间隔 它有可能会跑到里面来 会进入你的呼吸系统 也会造成感染 所以说这种口罩呢 也不要使用 最好是这种大面积吸气 吸附的 如果说上述这三种都买不到 可以选择这种工业级别的口罩 这种口罩呢 就是覆盖面积大 然后它同样对于这个病毒的格局是很好的 但是呢 每天要换一次这个最外面的吸附层 这个吸附布呢 是里面是两层的 然后这边呢 又是两层 里面还有活性碳 他说这个要一天一换 要买这种可替换的袋 然后里面这个活性碳的区域呢 可能四到五天换 它也有这种可以替换的这种包装 这是可能 如果到后面出现什么变动的话 我可能会佩戴这个 但如果实在买不到这个 选择这个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毕竟预防最重要 刚刚说完的口罩啊 包括一些洗手啊 怎么预防之外 对吧 还有一些药物的提升抵抗力 老年人更需要 老年人抵抗力更差 其实更想说的还是口罩文化 每个人如果有这个意识 戴上口罩的话 其实很多问题可以 更好地解决掉 戴口罩不是一件羞耻的事 是对自己负责 是对公共安全健康卫生负责 然后同时也希望 对吧 还是那句话 武汉加油 武汉人民停住 然后也像一线工作的 这个医护人员 包括研制这个疫苗的科研人员 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里面是人民英雄 我呢也只能做这节目 跟大家 宣传宣传 推广推广 对吧 当然还有那些市场养护人员 对吧 还有可爱的人民警察 还有新闻媒体工作者 你们也是打赢这场战役 不可缺少的一份力量 呃 我能做的呢 也这么多 对吧 跟大家来聊口罩文化 让你们更有耐心 去跟家人聊 把这次病毒 拒之门外 才能够从根源解决这件问题 包括视野为这个事 并从口露 我觉得要在这件事情之后 出台相对应的法规 从捕猎到售卖到制作到消费 整个环节全部给他管控住 才能杜绝这件事情的发生 但更重要还是口罩文化的一个传播 嗯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认同口罩文化 期待你的点赞转发 让更多人看到 哔哩哔哩的朋友 可以给个三连支持一下 对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健康平安 才是真